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要强烈的谴责 或者建议一下 咱们国内的这种USB线材的生产厂商 让我很无语 开始我一直怀疑是这个微星主板的问题 USB 3.0这红色接口的问题 感觉它的兼容性不好 没想到是线的问题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着非常正常的这个USB接口 插进去之后 你们看 是不是漏了一点点 我换个角度 你们看 插不进去了 我换一个口 也插不进去了 再换一个口 还是插一点 既然它没有全插进去 说明它的连接是不够稳定的 而导致我在使用这个外置USB设备的时候 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不好 不好的时候占80% 但有的时候还好 所以说我会判断是电脑系统问题 或者主板问题 或者是设备问题 从来没有考虑过是这个破接头的问题 这是雷蛇的鼠标线 一插 一插就全插进去了 下边这个比较紧 插上边这个 很松就插进去了 也插进去了 我再换一条 这是PS5自带的手柄 USB线 一下就插进去了 而且非常的松快 非常的流畅 也插进去了 就差这么点 咱们再看一条老线 这条线是iPad的初代 第一代的线 这是2010年前后的线了 依然可以用 我们看它的表现 很顺畅 很流畅 我们再对比一下这条破线 裸露在外面应该有4毫米 正常的USB线应该也就1毫米到2毫米 在外面 这就不能再往里插了 可能有人会说是主板后置面板 USB接口的问题 那我再换机箱的前置面板 我这个机箱是分型工艺的 三四百块钱的机箱 它的前置 我们还拿这个iPad初代的USB线 各位可以看到大概赋予多少 再看这条线 不能再往里插了 漏了这么多 大概4毫米 这就是典型的接触不良 这条有问题的线 我就不报厂家名字了 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我买过一个绿莲的硬盘盒 在我这个电脑上经常无法识别 正常识别大概是1%的成功率 而且在PS5上也不能识别 我就怀疑是那个绿莲硬盘盒的问题 甚至考虑到是它那个主控芯片的问题 我买了两个都退了 后来绿莲的厂家也找到我 问我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脑主板 他们也要去测试 后来我就买了这个优越者的硬盘盒 价格还便宜点 他们用的是同样的主控 之前我分享过视频 这个硬盘在我的电脑 以及我的PS5上都是可以用的 我现在想想应该是绿莲送的那条数据线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约者的硬盘 线看看查进去怎么样 非常的磁势 非常的完美 但是绿莲的那个硬盘盒很奇怪 我在单位用的那个 惠普的笔记本电脑 还有惠普的台式机都是可以插的 我怀疑惠普的那个USB接口是不是比较深呢 左侧是好的 右侧是不好的 如果从长短来看是一样的 从宽度来看 目测也是一样的 它俩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有明白的同学 在评论区说一下 当你的外置USB设备 像什么采集卡呀 还有那个硬盘盒啊 这种USB3.0设备 兼容不好的时候 或者出故障的时候 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线的问题